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这个Hive的这个项目呢在持续的这个演进 但是对于国内的这个用户来说 Hive的和这个MapReduce的它还是一个对等的一个概念 那也就是说用SQL的方式去跑这个MapReduce 就叫Hive 那这个其实是很多人目前的一个理解 那这个理解呢我们不能说错 但是可以说呢这是一个这个非常早期的Hive的这个能力 那这个早期呢我们是指这个2009年的Hive 也就是13年以前 那通过这张Github的这个提交的统计图呢 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那从2013年开始 那Hive的这个项目呢开始有了这个大量的这个提交 那Gira的数量呢 目前呢也是已经累积到了这个2万6左右 并且还在持续的增长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Hive主要经历了三个大的这个版本的变化 而这三个大的版本变化呢 主要是通过Hive在2013年和2014年发起的这个改进计划 Stinger以及这个Stinger.next为驱动力的 那可以看到的是呢 Hive在2015年的时候呢 它就已经将ACID的这个能力呢 引入到了Hive的这个生态当中 进而实现了这个真正的这个Big Data Warehouse 不过这种能力呢 现在可能会被叫做这个Data Lakehouse 那在最近的这几年呢 Hive的主要工作呢 集中在了这个SQL的优化 对接更多的这个存储和文件格式 以及这个云元生的转变 那在展开这些近期工作之前呢 我们就先回顾一下Hive的现状 以及历史的各个版本的这个发展过程 那Hive的这个项目呢 它随着这个逐步的演进啊 在过去的这个十多年里 它吸收了一些子项目啊 也抛弃了一些子项目 那所以呢 在国内呢 我们看到一些文章的时候呢 其实偶尔的时候会出现啊 这个服务名称混用的这种情况 例如像这个HKLog和Hive CLI命令行等等这种 早就已经被这个淘汰的工具啊 依旧出现在这个2022年的很多的技术文章当中 这个实在是让人比较费解 那其实在这个Hive 1.0以后呢 其实Hive的这些服务呢 基本都已经稳定下来了 那目前真正的这个Hive的服务呢 其实只有两个啊 分别是这个Hive32 以及这个Hive Metastore 那另外再加一个客户端啊 也就是Bline 那而执行引擎呢 它是这个可插拔式的这种设计的 虽然这个可插拔式的设计呢 并不是特别的灵活啊 但是在早期的这个Hive的版本当中呢 确实是有多个执行引擎 是可以供你选择的 那这点呢 我们也会稍后介绍的更详细一点 那另外Hive的执行引擎呢 还可以根据这个MetaStore里存放的信息啊 来选择合适的这个执行方式 以及匹配对应的这个Storage Handler 来访问不同的存储 那这个稍后我们也会有更详细的介绍 那这里呢 就是Hive的一点点的 这个过去版本的一些历史 那Hive的出现呢 它的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手写MapReduce 它实在太繁琐啊 于是呢 这个Facebook 它就开发了一个这个用SQL的这个方式 来自动的生成一系列的这个MapReduce的任务 然后来简化这个数据处理作业的这个开发 那但是由于当时呢 并不是完整的支持这个标准的这个SQL啊 所以那会儿的那个Hive呢 它还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名字啊 叫做这个HQL 那在当时呢 Hive的出现的确实是让人这个眼前一亮啊 同时也对这个Apache Hadoop的这个项目呢 起到了这个极大的推进作用 那因为用户呢 最终可以摆脱那些复杂的MapReduce的实现啊 以更简单和熟悉的方式呢 在海量的这个数据集上 轻松的实现这个数据分析和数据处理 那同时呢 它也促成了一大批新的这个Apache项目 那如果有同学对这个历史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检索一下屏幕下方的这个论文 那随着这个Stinger项目的这个启动啊 那在Hive1.x的这个版本当中呢 随即就开始支持另外的这两个引擎啊 那分别是这个Apache TES和Apache Spark 那这两个引擎呢 相比于原有的这个MapReduce的引擎呢 都有着不小的这个计算性能上的提升 那在这个Hive2.x的这个版本里呢 那为了解决这个Hive在小数据及查询层面上 处理速度不够快的这个问题 那社区呢还为Hive提供了一个 基于Apache TES实现的一个类MPP的这个内置引擎啊 也就是这个LLAP啊 这个念着有点绕口 那在Hive3.x之后呢 那MapReduce和Apache Spark 这两个执行引擎的分支呢 逐渐的就进入到了这个维护的状态 那甚至一度呢 在社区当中呢 还存在这个将Hive on Spark的这个实现呢 它的这个代码 从Hive的这个release版本当中 剥离出去的这种讨论 那不管结果如何 那在Hive3.0之后 那默认的这个执行引擎呢 其实就只有这个Apache TES和自带的这个LLAP的引擎了 那由于这个LLAP的这个模式呢 它在中国的这个认知程度不高啊 除了一批这个国内的这个商业版的用户啊 在使用之外 那在国内的市场上呢 其实非常的少见到 那不过在海外呢 像AWS啊 Azure啊 以及Caudera啊 等等大厂呢 都已经完整的支持这个Hive的LLAP了 那通过上面的一些这个历史的回顾呢 其实我们已经了解到 在Hive的这个执行引擎的这个层面啊 目前是以这个Apache TES和内置的这个LLAP的模式啊 这两种执行引擎为主的 那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两个执行引擎的功能 那Apache TES这个外置的引擎啊 相比于这个Hadoop的这个MapReduce来说啊 它主要是将这个多个MapReduce的这个连续的作业啊 改成了一次Map多次Reduce的这个作业 那所以在一个这个TES的任务中呢 Map都是用来负责读取这个数据的 那然后将这些数据呢 存放在这个本地的这个APPCatch的这个路径下啊 然后啊 供后续的这个Reduce任务啊 来读取啊 并进行这个计算 那所以这就是节省掉了这个MapReduce的这个环节当中呢 这个每一次MapReduce需要去Reduce 然后再落到这个HTFS上 然后再启动一个这个MapReduce 再从HTFS上去把数据读回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通过这样的一个改变来加速这个Hive的这个执行速度 那LAP呢 它则是由预先的由这个Hive启动了一组这个常驻的这个LAP的这个进程服务啊 那这个服务内部呢 其实分为了这个执行层啊 和Catch层还有这个调度层 那因为是这个常驻的服务 那大家可以把这个LAP理解为是一个类似MPP的这个架构的设计 那每一个查询呢 它其实都会被拆分成为N个子的这个计算任务 然后再推到这些常驻的进程当中啊 进行快速的这个处理 并给出这个结果 那呃我们可以希望呢 就是呃通过这个简短的这个回顾呢 可以让大家在这个Hive的认知上呢 得到这个更新和统一啊 这样对于我们给大家来介绍这个Hive 4.0的新功能的时候呢 呃可以建立在一个统一的理解层面上啊 来了解这些新的功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探索一下Hive 4.0当中啊 发布的这些新的功能和特性 那呃Hive 4.0当中呢 它通过扩展这个Storage Handler 它其实又加入了一些这个存储和文件格式的这个支持啊 例如这个Iceberg 呃Kudu以及这个Kafka 那其中Iceberg和Kafka这两个实现呢 对Hive的社区来说呢 是非常有意义的 呃因为呃Iceberg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存储 而更多的是偏向一个数据的这个呃存储的这个格式 那而Kafka呢 则是给这个Hive带来了很多新的用法和场景 那呃Apache Iceberg这个项目呢 实际上是在这个呃2018年的这个呃前后啊 由这个Netflix贡献出来的一个呃表数据文件的这个存放方式的一个一个项目 那呃在Netflix的内部呢 其实呃由于这个互联网公司的这个特殊的原因啊 他们一直对这个Hive管理这个大表是有一些这个疑问的啊 比如说在这个Hive的分区的设计上啊 过度的依赖了这个Metastore 那因此呢也就使得Hive的一个这个分区表呢 它所能够管理的这个分区呢 一般都会被要求在一万个以下 那这虽然是呃一个合理的要求啊 比如说按天分区的话呢 那你能管理的这个分区数其实能够跨越30年啊 但是呃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啊 多级的这个分区的要求呢 其实是分非常普遍的啊 因为数据量非常的庞大 那这样就会导致这个分区数呢 很快就会超过了这个限制啊 也导致了这个数据读取过程中和准备过程啊 会花费更多的时间 那例如在这个当时的这个Netflix内部的这个Atlas的这个系统当中呢 一些大表的这个SQL啊 仅仅是在CPU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花费了10分钟左右 这个SQL还没有开始执行啊 这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个事情 那而切换到他们呃 这个研发的这个Iceberg的这个table格式之后呢 那这个过程呢 就仅花费了10秒钟就可以开始执行了 那并且整个这个执行的时间呢 也几乎等同于这个非Iceberg的这个CPU的这个准备时间 也就是说执行的时间 也就是10多分钟而已 那呃 同时呢 在采用了这个Iceberg之后呢 那MetaStore的这个压力呢 呃 它也瞬间被降下来啊 因为不再需要去查询这个MetaStore 并提取这个大量的这个Protition的信息啊 那呃 后续呢 在Iceberg当中呢 还引入了这个呃 ACID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呃 CRUD的这种操作 那呃 也因此可以备用于通用的这个Data Lakehouse的这个架构下的这种数据存储的这个模型 那Hive在集成了这个呃 Iceberg之后呢 那他除了可以将这个Protition的信息啊 以描述文件的这个方式啊 存储来降低这个MetaStore的压力之外呢 呃 还额外的增加了一些其他的特性啊 例如说这个Iceberg对外隐藏了这个Protition的这个表现形式 那因此呢 可以在这个一个表当中呢 采用不同力度的这个分区模型啊 这个和多极分区啊 还是有区别的 那比如呃 这里我们展现了这个Iceberg的这个分区模型 那在如果在以往的这个Hive的表当中呢 我们要去改变一个表的这个分区字段 那我们一定是要将这张表重写一次才可以啊 那这在这个大数据的场景下呢 可能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啊 所以在这个呃 数据仓库的设计阶段啊 通常会花很长的时间来讨论 而并且确定啊 每一张表应该采用哪一个字段来做分区啊 因为呃 这个分区字段的一旦设计好之后 那如果你想二次更改的话 它的这个代价其实是非常高的 那呃 Iceberg的表 它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啊 它可以随时的通过修改这个描述文件啊 来确定这个分区中所包含的这个实际路径的这个数据 那也就可以呃 随时随地的去更改你的这个分区的力度 以及这个相关的这个分区的方案 那除了这个呃 分区优化之外呢 那Iceberg的集成呢呃 给Hive带来的第二个大的特性呢 就是它可以做这个版本化的管理啊 那因为这个Iceberg 它把表的这个原数据的信息也记录下来 那因此呢 它可以对表进行这个snapshot的这个管理啊 也就是快照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for system time 或者是for system version 这样的关键字呢 来查询某个时间段的快照结果 那这对于一些这种呃 非缓慢变化为的这种表来说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性 那我们就可以这个很方便的去查询到某一个表 在某一个时期内的这个结果啊 并且把这个结果和另一个时期的结果去做对比 那当然在这个以往的这个hive ACID的这个操作中呢 啊我们还会这个呃使用到这个merge的语句啊 来进行这个缓慢变化为的这几种操作 那当然这里头就分为了这个呃缓慢变化为的类型 一二三的这种呃我们通常叫做type one type two和type three的这个slowly changing dimension的操作 那这些操作呢实际上在这个呃iceberg table上啊 也已经通过这个呃hive26385的这个jira已经进行了fix 那也就是说现在你可以把这个以往用在这个hive ACID当中的这种merge操作的这种语句 可以无缝的迁移到这个基于iceberg的这个table上面呃的这样的一个操作语句 那呃之前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历史回顾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大家都可以知道就是hive的ACID呢 他在这个2015年的左右就出现了啊 并且在这个2017年呢得到了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使用验证 但是呢呃当这个hive ACID的这个特性的这个创作者之一啊 也就是hive的PMC Owen O'Malley 他在接触到这个iceberg这个项目之后呢 他就对这个iceberg无比的赞赏啊 那虽然iceberg在那个时候还非常的早期啊 呃但是他已经看到了这个iceberg的这个未来 那也因此呢呃 Owen呢就在这个hive的社区 然后和iceberg的社区以及这个ORC的社区 同时还在这个netflix的这个公司内频繁的进行这种互动 那最终呢使得这个iceberg这个项目呢 获得了更多的这个社区项目的认可 因为他设计的足够开放 那因此呢呃如果有人问说在以这个hive为中心的 这个data lakehouse的这个架构中啊 我是应该选用这个hive ACID来作为我的底层实现 还是应该选用这个iceberg来作为我的这个底层实现 那我认为这个答案的呃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还在用hive2.x或者是3.x的版本 那么呃hive ACID可能是你唯一的选择 那但是如果你要升级到了这个hive4.x的话呢 那么呃我们建议你最好去使用这个iceberg来作为你的data lakehouse的这个底层啊 因为iceberg它的设计呢比hive的这个ACID更优秀 那hive4.0当中呢 它加入的另外的一个这个storage handler呢 是kafka storage handler 那通过这个storage handler呢 hive呢就可以把kafka的topic当做一个虚拟的一个table啊 那并对这个topic用sicle的方式发起这个读和写的操作 那虽然我们我们不建议用户频繁的去用这个hive去查询这个kafka的topic啊 但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这个kafka写入hive的这样的一个data loading的一个实现 那这样可以通过这个sicle任务啊 就可以完成这个kafka数据入库的这样一个动作 而不再需要其他的这个技术环节 如果你还在用这个传统的方式啊 将kafka的数据写入到hive当中 那你完全可以在hive4.0的这个版本当中呢 将这些业务负载转移到这个hive当中 用这个hivesicle来完成 当然你可能需要周期性的去执行这一类型的这个sicle 不过不用担心那个hive4.0啊 它还有一个功能会自动的帮你去执行 这点我们在后面会有提到 那GDBC storychannel呢 它其实很早呢就已经实现了 那它其实呢并不属于这个hive4.0的一个新特性啊 不过由于我们发现在国内知道和了解这个功能的这个用户呢并不多啊 所以我们打算在这里再重新提及一下 那GDBC storychannel呢 它可以让这个hive呢 以这个GDBC链接的方式在hive中注册啊 其他支持GDBC链接的这个数据库的虚拟表 那这样用户呢就可以通过hive啊 直接将其他数据库的表与hive中的一些表进行关联查询 或者是迁移数据 抑或是止读查询啊 那这个特性呢可以说是直接替代了这个scoop 抽取这个RDBMS数据入hive的这个过程 那同时呢啊 用户也可以通过这个BLAN 访问到这个hivemetastore当中的这个原数据啊 因为这个这个存放在这个metastore当中的表 已经被这个hive通过这个GDBC storychannel了 映射成了啊 sysDB和这个information schemaDB 那也因此呢 呃用户不再需要通过这个额外的GDBC链接啊 去查看这个呃hivemetastore的内部结构了 那hive4.0呃当中引入的另一个大的特性 是GA了这个hive对存储过程的支持 那其实这个支持呢以前也存在啊 但是这个fature呢并没有GA 那随着这个特性的GA呢 那用户现在可以在这个hive4.0当中啊 编写这个存储过程 那这对于这个迁移Oracle等数据库的这个业务负载 是有极大的好处的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传统的企业里 这个呃企业级的这个数据仓库里 往往都存在大量的这种存储过程 那而这些存储过程的迁移和改写啊 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 也其实也间接的这个阻碍了企业更好的去转向 data lakehouse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在hive4.0当中呢 如果你要提交啊 或者是执行存储过程啊 只需要在blan的这个链接里 著名这个hql sql mode等于处啊 即可开启这个hive的hpl sql的功能 同时它也几乎不需更改的 无缝可以迁移Oracle和Teradata等等 这些数据库原有的这些呃 存储过程的脚本到hive当中去执行 那物化视图的功能呢 在hive4.0以前呢 就其实已经是A了啊 那这里我们提出这个物化视图的这个特性呢 实际上是因为它并不是被很多的 这个国内的用户所了解 那hive3.0的版本呢 其实就已经可以创建这个物化视图了 并且通过这个物化视图来加速这个查询 那物化视图和视图的 它的这个基本的概念啊 也是有比较大的差异了 那视图啊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这个view 是通过创建一个虚拟表 来简化这个查询的编写 但是它并没有影响到 这个查询的执行过程 那物化视图呢 它并不是为了简化查询的编写 而是为了通过这个预计算的方式啊 将计算结果提前保存成一张物理表 进而通过这个SQL的分析 来改写这个SQL 并改动它的这个执行过程 那这个图里呢 这个视力呢 就是展示了这个物化过物化视图的这个实际过程 那用户发起一个SQL之后呢 Hive会先检查是否有相关的这个物化视图表的存在 那如果有可用的这个物化视图 那则Hive会将原本的一个比较复杂的SQL 改写成为面向物化视图的这个简单的SQL 在进行查询 那这样呢 就极大的这个加速了这个特定领域的这个查评的执行效率 但是呢 在这个物化视图当中呢 它的这个有效性和可用性啊 在Hive 3.x的这个版本当中 还是需要手工的去维护和触发的 那也因此呢 在Hive 4.0当中呢 添加了一个schedule query这样的一个特性啊 来帮助这个物化视图的用户来自动的去刷新这个物化视图 schedule query呢 它是Hive 4.0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特性 那它的出现呢 其实解决了以前啊 很多需要手工的啊 批次的去执行的一些查询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物化视图的这个重构的这个功能啊 或者是刷新的这个功能 那其他的例如像这个周期性的需要去reload这个UDF function 来确保这个新提交的这个UDF可以被啊 其他的这个session使用到啊 以及一些周期性的这种数据生命周期的清理工作啊 等等都可以通过这个schedule query来完成 那它支持的是标准的这个com表达式的方式来出发啊 并且支持这个啊 用户自定义实际出发的这个sicle query的内容 因此它是一个这个非常高效的一个feature 那其实在某某种程度上啊 你甚至可以通过这个schedule query来替代这个周期性的一部分的这种数据仓库的这个加工的流程 那最后呢 在结束之前 其实在啊 阿帕奇海伍的这个社区当中呢 可以看到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2年了 那当年的那批海伍的PMC呢 有从小伙子干到成为啊 这个这个当爸爸的啊 也有从这个当爸爸的干成啊 当爷爷或者是外公的 那阿帕奇海伍今天的成就呢 也是由这帮当年的狂热的开源爱好者共同构建 那虽然这些元老级的PMC呢 其实都已经逐渐的淡出了这个一线的开发工作 但是啊 他们也培养了一批新生代的这个海伍的PMC 来继续这个阿帕奇海伍的设计理念啊 并服务于这个大众 那最后呢 就让我们期待这个阿帕奇海伍4.0的正式的这个release吧 那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